最近王石有个言论你知道吧 前几个星期 王石还有空发表言论吗 对对对 这个一时激起千从浪 你们关心他私人事情 我不关心 我关心了他另外一个言论 他有一个讲话说 中国人 中国人内地的城市 没资格住大房子 对 他说以后北京上海深圳的人 要像香港那样 要习惯于住几十平方的房子 结果后来有人 当然很多人很愤怒跑出来说 但后来有人替他解话说 只是用词不妥 他大概不应该说没资格 而应该说没条件 住不起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既然上海北京这样的 变成国际大都市了 而所有国际大都市 尤其是市中心的房价 都是非常贵 都是像香港伦敦这样的价钱 真是像曼哈顿 那也是香港这样的小鸽子龙 就不像在纽约 换句说 你在一个年轻的大学生 你到个城市打拼 你这辈子 别想住超过一百平方的房子 他这个话也许是真话 但是对中国 很多人心里打击 你说你现在 假如是一个事业很成功的年轻人 你刚结婚 你在北京 你现在人家跟你说 一辈子都不能超过一百平方 你说你这个 你对他的制度是什么想法 住远一点 对 可是因为说起来 王石说这句话也是诚实 就是每一个城市都是这样 城市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有很好的发展的机会 对不对 你愿意交换 我把我住的生活条件 召唤一个机会 就因为这种疑问 我经常问一些 Lady来的学生 他们在来香港 读完本科也好 读完九个月的硕士课程 楼在这里工作 我看他们住在那种汤房 小小的房子 我说你家里是干嘛 我家里在上海 有一个一百平米的房子 两百平米的房子 我说你干嘛不回去呢 他说我在这里 香港有机会 他以为他有机会 这是一个交换 每个城市都一样 上海 北京 广州 玩玩这种游戏 就会到二线三线的城市 就这样玩 所以当王室长这种常识 而大家反应 好像不舒服 很惊讶的时候 其实不表示 王室有什么了不起 表示大家常识太低了 这样都看不通 想不透 这早就知道了 包括对人家离个婚 是吧 这么大反应 这都是常识 常识问题 还不得通 都是游戏 很大的